我不是一個創業的人 我也沒有要那個推廣一個概念 但是我想說我可以用 就是我在業界工作十幾年經驗 然後有一些創作或者是工作經驗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那可能今天來了有一些比較年輕的朋友 那可能希望會 我的一些經驗或概念會對你們有幫助 這樣 這個是我自畫像 那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外地人 我來自彰化 在台北工作的話 就是一個寫照 就是你一定騎著摩托車帶人權貓 跑來跑去的 然後去到處去上班 做不一樣的工作 那右手就是我的武器 就是我的話劇 左手就是我的創意 類似這樣的概念 我做一個我作品級的封面 這樣子 好 這是我的簡歷 但不重要 因為時間很短 大概 好 你們要做一件事的話 第一個事情就是要先問你自己一個問題 你要怎麼樣靠這件事生存下去 就是你很熱愛這件事 你要把它當工作的話 你要怎麼生存下去 你唯一為他做哪些事 過什麼樣的生活 你要怎麼用這件事生存下去 那其實很簡單 這個答案做起來不會很容易 要花很多時間 但是其實蠻單純 你就找一間學校念一念吧 然後學一些東西 然後找一間公司上班 就是這樣 但是你要花很多你的時間 但是你可能做這個決定 好這是我大學時候的一個 畢業的作品是一部動畫這樣 然後我出了學校之後呢 我就進入一個電視台 就是中視 然後在裡面做一些 電視台的畫面的美術 畫面的設計 然後一些動畫之類的 但是通常你第一份工作錢不會太多 所以你要 再找一些副業啊 比方說你幫雜誌畫插畫 然後就是插畫 然後這個案子 最後老闆倒掉了 公司倒掉了 然後有一些錢沒收到 然後你要參加比賽啊 賺一點外快這樣 你也可以累積一些經驗 就是稍微可以在學校 創作熱血還可以延續下來 然後你做了幾年第一份工作 你會覺得說我想做做別的 通常我的心情是 我想做輕鬆一點 然後錢又更多的 這不是一個很熱血的故事 好 然後我去設計公司 做二D動畫 做網頁設計 做壁面設計 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接更多的案子 我覺得我希望 其實我最愛的是動畫 但是我知道這個是很辛苦 而且要做很多研究 要花很多時間去 更精進自己的工作 但是我一直在逃避 因為我覺得那個工作太累了 但是到了這個階段 你會再問你自己的問題 這些都是很自然的 這些問題就會來了 你在外面工作幾年兩三年 你遲早會遇到這個問題 其實你生存下去不會很難 你靠你自己 這是很單純的事 你就是付你的房租嗎 吃飯啊 付你的便當錢 困難是到了階段 你不會覺得說 你不想要只是生存下去而已 你會想要的更多 你想要過更好的生活 你覺得你想賺更多的錢 你希望被尊重 不要只是一個 大家叫你美工啊 或者說你只是一個小職員 你希望你的作品 不是只是一個工具 你希望還有一點影響力 你希望可以改變這個 你在產業你在工作 遇到的一些問題 甚至做一些作品是有意義的 但是結論就是 你如果只是做很安全很輕鬆的事的話 這些事情是沒有辦法實現的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咖的話 那你就要離開這個舒適圈 所以你要去做一些很差 但是錢很少 可是可以學到一點東西的事情 我進入了一個動畫公司 接到第一個案子就是 從一千或兩千萬的案子 這是只有我一個美術 我要做很多事情 這個大家看不清楚 但是基本上就是說 從編劇美術製作的場景設計 Story Board 到最後後製3D 反正什麼鬼我都做了對不對 製作大概花了兩年做這個案子 然後基本上動畫畫面的技術 大概就都有了 然後再來的案子就是 公司自己開發的案子 那這部有在動 公共電視播過 然後自己做的東西 最大的差別是說 你要做marketing 就是要行銷它 然後募集資金 然後你要去很多場合presentation 你要去像坐項業務之類的那種事情 然後辦很多展覽之類的 這個有兩個案子是這樣 就是開發自己開發 就是顏小妹 然後這兩個案子加起來前後 大概也是五年的時間這樣子 然後這 我希望在這個案子 把我在前幾年 累積的今天一次全部 怎麼講 在這個案子表現出來 然後幫助公司 或者做出一個更有代表性的作品 我有做出一些事情 比方說我覺得商品應該要怎麼做才會有賣相 然後 我的故事 我的腳色應該要怎麼做 才能夠 或者logo要怎麼設計之類的 所以才會有一個更好的回饋 然後我們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大概沒有達成許多我的願望這樣 但是我大概這個過程過了之後 我大概把我想做都做過 那你會遇到 這個階段過了 你會遇到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 反正這個是一些marketing的觀念 夜合做什麼 不重要的 你會很辛苦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你會認識很多人 國內國外 那你會遇到一個新的問題 說 這個工作很辛苦 可是它其實也是一個舒適權 你可以一直學東西 但是你要的是一直學東西 應該不是 你要的是 我學到我想學的東西 我體驗的我想要的工作 但是你希望你這些東西 可以得到更好的發揮 那你會遇到一個新的問題 你已經在這個工作做了幾年 有一點經驗 你覺得已經到了一個極致了 但是你其實還沒有什麼成績 你要繼續做下去嗎 還是你要離開這裡去過 比較輕鬆的一個生活 通常大部分我身邊很多人 就去做別的事 或者說他們回去走哪路 這個沒有所謂好或不好的問題 我覺得只是說你在這個階段 你問你自己的答案 然後你得到很不一樣的答案 那我會問自己說 我想要這麼多 那你有幾幾兩種 你覺得你能夠做出什麼成績 你的能力其實不夠 但是你還可以再進步 那我覺得我的能力還可以 我可能可以做出不一樣的創作 我可以幫助其他創作可以 其他的創作或者是其他的公司 我還有很大進步的空間 而且我知道我缺的是什麼 怎麼讓自己進步下去 我覺得這個階段其實很重要 你可能要問你自己這些問題 那你得到這些正面的答案 才會做出一些說 以前想做但是沒有做的事 所以這件事其實我是覺得最有趣的 就是把我幾年來累積的經驗 然後覺得不足的地方 花一些時間 我就先不要去工作 不要去上班 其實沒什麼 反正你也有一點儲蓄了 就是看怎麼運用你 這些年辛苦累積下來的資源 就是開始做創作這樣 然後我開了一個粉絲專業 所以叫Liance Design Lab 那就是把我覺得比較對的 或者是說一直想畫的東西 我沒有機會畫 我把它畫出來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我可以在上面 講一些我覺得好的觀念 當然通常開這種插號的粉絲專業 大家都是想看圖 沒有人想到鳥你講什麼 但是就是滿足你自己的那種 像murmur的欲望這樣子 我可以發發到燒 或者是講大家 鼓勵大家的事情 之類的 然後我畫一些我覺得會重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畫 或是我很喜歡的提唱 然後一邊練自己的技法 其實我Mocking做了很多年 一直沒有時間畫自己的技法 我創作一些角色 還有插畫 因為只剩下一分鐘 所以我會講快一點 就是做一些卡片 跟一些不同的插畫家交流 然後後來我就經歷了一間大的工程 就是易東畫 然後跟一些更厲害的人一起合作 做更多很棒的作品 然後我也從這個機會裡面 可以磨練更多 然後格局也變得比較大 然後我在嘗試用不一樣的美材 因為我以前都用電 我就試著用水材畫畫看一些 比較喜歡的題材 然後你要練更多基本功 其實練基本功 比重要一些Marketing 跟老闆應付 跟某一個事情簡單多 而且好玩 一樣用不一樣的美材做 然後跟不一樣 不同領域 一個賣烘焙 做烘焙的朋友 跟不一樣的插畫家 把他們的角色拿來 我自己再創作一遍 好玩這樣子 接更多漢子 然後再做更多基本功 然後再把自己的東西做不一樣的設計 比方說做成卡片商品這類的東西 我還有時間嗎 好 我會做接下來想要做這些事情 然後目前還沒有什麼成績 或什麼成功的心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覺得持續做下去 會有一些成績做出來 那希望下次如果是再來分享 可以分享一些成功的經驗 謝謝 謝謝